青衣惠南站目前成为今年最便宜入场价新盘,宏安地产旗下青衣新盘惠南日前公布首张价单,涉及64伙,提供最高15%折扣优惠,折实售价由388.8万元起,折实尺价18692元起,折实平均尺价20638元。 业军价认为惠南开价吸引,不过,项目首批最低入场价单位却宇青衣陆表公屋价只差2万元。到底是公屋价贵,还是私楼平价向下挑战? 惠南首批全推64伙开放式,最低售价单位为3楼B03单位,实用面积208平方尺,开放式间价,折实售价388.8万元,折实尺价18692元。 若以折实售价388.8万元比较。 惠南取代阅阳集团于4月推出的新盘千望,暂时成为本年最便宜入场价新盘。当时千望首批折实入场价为397.8万元。 惠南属单动式设计。全盘提供320伙。户型包括开放式及一房间价。 惠南下市青衣公屋价惠南公布价单后获得市场关注。 除了首批单位暂时成为今年最便宜新盘。更因为相比同区青衣陆表公屋。 两者售价只差2万元。意味惠南正向下挑战同区公屋价。 中原地产青衣区域营业经理梁岳宏表示。买家上车需求因此,同区公屋亦有价有市。 长发村陆德一中创屋院陆表新高成交。长发村径法楼高层三室。 实用面积约443平方尺。为两房间价,最终以386万元估出。 相比汇南最低售价的开放式单位。实用面积208平方尺。 折实售价388.8万元。两者仅相差2万。 汇南首批全推64火开放式。最低售价单位为三楼B03单位。 实用面积208平方尺。开放式间价,折实售价388.8万元。 折实尺价18692元。 代理表示,单位于陆表市场员叫价400万元。 放盘半个月,最终减价14万元。 以386万元估出。 折合实用尺价约8713元。 尺价为屋院陆表市场新高。 原业主则于2010年10月以53.75万元陆表价买入单位。 自住10年多估出单位。 账面获利332.25万元。 单位期内升值约6.2倍。 虽然公屋与私楼质素和规格存在差异。 但该公屋减价14万之前。 售价一度高于汇南。 因此从价钱而言。 汇南开价贴近公屋价实属市场罕见。 陈永杰价位吸引白居二中原地产亚太区副主席兼住宅部总裁陈永杰表示。 青衣汇南首批价钱贴同区二手价。 屯门区楼价一向比青衣有约一成折让。 近期该区新盘赤价逆遇2万。 汇南开价属吸引。 加上项目银码势有优势。 低于400万元入场。 同区私楼无此类银码选择。 预计受上车客追捧。 亦会吸引白居二买家。 料首批可一Q青台。 预计用家主导。 参考鄰近地区如全湾西同类单位月租约1.5万计。 预计项目租金回报预三厘。 汇南位于青衣导土路。 宏安地产于2018年4月以8.67亿元头得地皮。 以当时最高可见楼面计算。 项目每尺楼面地价为8491元。 创下青衣地价新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